算是最好的工人就对了 如果真如超常现象研究者所相信的 半人半兽的新物种的起源 会不会是外星人利用地球当作实验平台 并且强行介入 把人类基因与动物基因相结合 才产生出今天所谓的大脚乖 有没有大脚怪主流科学界相当怀疑 因为到目前为止 从未抓到过一个完整的大脚怪活体 光是这一点就很难证明有这种生物存在 那么如果地球上现在已经不存在大脚怪 会不会是因为像进化论说的 大脚怪已经演化成人类 人类从云猴 从南原这个系统演变到人类 真人直立人这个系统 云猴跟人类的中间到木层为止 还少了一个环节 那这个环节呢 就是在人类学上来讲非常有名的 叫做失落的环节 也许原人就是这个失落的环节 找不到失落的环节就无法证明演化 而且体重超过50公斤的灵长类 如果要能繁衍生存 数量至少要200到300只 依目前所谓灵星的脚印或目击事件来看 就算真的有大脚怪 也可能已经瀕临绝肿了 大脚怪的研究在今年2010 进入日文叫做本格化研究 所以进入登堂日式运种科学研究 这是美国的爱德河大学的教授 他接受美国政府的补助 开始研究 正式研究大脚怪 这个教授有设立他专制的网页 然后开始发表论文 美国政府会上的支持 然后最重要的是 今年开始以后的研究 是你也也认为 我想这是突破一下 到底大脚怪传说是不是真的 他们是不是外星人掏矿的基因实验产物 或许答案仍在那些人言罕至的隐秘山林之中 或许他们有一天 会再向我们展示更多的证据 今天我们巨大要看个过瘾 许志摩说硕大便是美 大真的美吗 大家最怕的其实是蛇 蛇有多大 之前大家最喜欢看的电影 包括野兰花 大到十几二十公尺 当然是电影情节 目前为止还有人 在一只蛇叫做生染 他的板橱竟然吐了出一只小牛 哇那多大 那其实呢有历史记载 像这样子的大蟒蛇最大有七公尺 也就是有四个罗友之这么高 哇这么大的大蟒蛇 我们要看看整个巨蟒的故事 这是60年代拍摄的画面 一对父子在水中和一条巨蟒搏洞 有好几次蟒蛇紧紧缠绕住他们的身体 再往上一点就有窒息危机 遇到攻击 蟒蛇奋力抵抗 只是他们没有毒牙 即使被咬 伤口小小一个也没有大碍 让不少人想去征服他庞大的身序 即使如此 蟒蛇光靠蛮力 远去身体 就能致人于死地 不少电影都拿蟒蛇当主题 把他们描绘成凶残的怪物 但其实蟒蛇个性温馴 是标准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之所以让人吓破胆 就是因为那张血盆大口 这条巨蟒正在享受他的大餐 一只羚羊 在缠绕的蛇体下 早已没了气息 蟒蛇张开口 从羊的头部开始往里吞 再怎么厉害也是有极限 要吞下如此大只的动物 蟒蛇的嘴角还有身体 都因为过度撑大 有了撕裂伤 想用这样的大餐 蟒蛇变得行动不便 得找个地方好好休息 如果只是吃零食 就简单多了 张大口吞下一颗鸟蛋 透过移动式X光机 可以看到这颗蛋 正在蛇的体内移动 浓稠的蛋汁留在身体里当养分 蛋壳则被反除丢弃 有时候拓出的东西 却异常吓人 在巴西丛林中的小河里 有一只巨型森人 不停扭动身体 张开大嘴看起来有些不舒服 接下来口中居然出现乳牛斑纹 原来它正慢慢吐出吃进去的午餐 一只小牛 其实在整个消化过程中 这种巨蟒都非常脆弱 只要察觉环境不安全 就会放弃腹中的食物 准备淘汁要咬 这条倒霉的巨蟒吃得太胀 却遇上残忍人类不停逗弄 让它逼不得已 干脆吐出刚刚大块朵頤的河马大餐 脖子缠绕着一只蟒蛇 这个七岁的英国小女孩吓坏了全场观众 带着自家宠物上节目表演 成功吸引收视率 而这个柬埔寨的七岁小男孩 则对家中的大蟒蛇又轻又豹 甚至趴在他的身体上 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这只蟒蛇才七岁 身长却已经有四点八公尺 足足是小男孩身高的四倍 两人相亲相爱 建立起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感情 蟒蛇个性温和成了不少人家中饲养的宠物 只是越长越大 可能会到无法收拾的境界 一个人根本无法驾驭 得出动15人才能搞定 这一只在美国堪萨斯州游乐园现身的大蟒蛇 是金氏世界纪录认证全世界最大的蟒蛇 身长7.6公尺 136公斤 而且还会不断长大 蟒蛇的生长速度 让不少人最后决定弃养 原本不攻击人类的蟒蛇 在乡镇流窜 甚至有蟒蛇把小孩当成食物 美国佛罗里达展开追杀令 毕竟没有天敌的蟒蛇 遭到弃养后 周遭生物也几乎惨遭灭绝 但这场生态浩劫 最终还是要归咎人类自私的行为 东三财经新闻 中文叶佳靖 综合报道 上一段我们看了巨人 巨马 这段我们继续看巨 但是是巨石 石头有什么好看的 没有 还有你很多可以思考的空间 像这个地方呢 就是英国最有名的巨石林 叫做英格兰威尔特郡 这个呢非常的奇特 这么大的石头 大概都有六米款 怎么运到这个地方 大家是怎么都想不透 有人怀疑 就是外星人帮忙搬到这里 我们看巨石传说 巨石镇是英国最神秘的古代遗迹 将来历史比古埃及金字塔还要悠久 其中的这个Stone Hedge 就是所谓的巨石镇 真的是一个 到现在没有办法解释 它又像是一个天文历法 又像是一个飞机导航 但它又明明是一个古代的 很神奇的建筑工法 85座庞大的巨石 有些甚至超过40吨重 就矗立在一个偏远 又多风的平原上 很多无法解释 包括太平洋这些岛屿上面 它的运输的过程 切割过程 架设过程 每一步都是问题 因为没有文字记录 我们只有透过想象 才想当年可能怎么盖出来 光是它的石头 石材就来自威尔斯 从威尔斯 就整个英国国家的西南边 要这么远地搬过去以外 在一个没有起重机的时代 它居然能够 不只是把这些石柱 能够立起来 还能够在上面加了横梁 因为当时手工时代 没有机械结构 它整个都是几十公吨 非常经典 有的巨石比满载 18轮的卡车还要重 在4500年前的时期时代 要打造出巨石镇 没有起重机 没有吊车 没有任何的机械协助 究竟怎么盖的 是谁盖的呢 目的又是什么 数千年来 这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它排列成某种形状 我们猜想它早年 可能做医院用的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原始人 他有了外伤的话 除了草药以外 放在那个石头围起来的 某些的形状的某一个位置 它的复原可能比较快 这是现代人用一些侦测仪器 才发现有这种作用 他们也认为说 这可能是以前 这个地方的这些原住民 他们祖先曾经设计好的 这样的一个 包括身心灵疗愈的地方 或者是吸收宇宙 能量磁场的地方 甚至是一个所谓 心迹之门等等 巨石镇这个正圆形的下面 是有地道 有人猜测 它可能当坟场用 然后它外面还外围的勾去 是正圆形 那个测量做得非常好 以前可能有屋顶 那就非常惊人 因为它的夸度很大 中间如果没有制作 能夸垂 也可能当室内的一个集合场 大礼堂 或者冬天把身具放在里面 不会冻死 游民族有这种传统 冬天就住在它的这个帐篷里面 其实这一个神秘的祭典 更吸引我注意 因为呢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 整个的巨石镇 其实就他们所说的 会产生一种奇妙的能量和磁场 要大家努力地去接收 去体会和感应 夏至是阴影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太阳会直射巨石镇的中心 中卓线的巨石 几乎与日出城同一支线 就在那个日出时的 这一个位置 会太阳每年从来不缺席 而且阵队的这个位置 就会升起 为了多角世界的马里的日出 最特别 就是在英国西南的巨石镇 Rone Kent 夏至时候 太阳就从这两个石缝当中的 那个属石升起来 在日出之后 你看到 所有的年轻人 全部好像狂欢 在办party一样 那是因为呢 他们都认为 经过能够接收 这个六月二十一号 也就是夏至清晨 朝阳的光线 他们就得到了彻底的重生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你就看到 有人会吹起了 圣经里面讲说 把耶路歌成毁掉的阳号角 也有人把澳洲认为土著 最有这种心灵力量的 一种叫做 Digital Redu的树干的 大的乐器 吹出那种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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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那种声音 明明是夏天 这气温却冷到得 让人直达多数 现场的民众 都穿着厚重的衣物 看着太阳 从地平线 慢慢地振范光芒 有些人甚至把上衣都给拖了 接受来自天地宇宙之间的能量 那当然接着就有很多的说法 认为说 在这个巨石镇的这一个晚上到天亮的 这个夏至时光 是吸收能量的磁场 最好的一个机会 但它是某些位置 就是有些 我们说一种 Radiation 这种射线 像雷射那种 它某几个点 特别强 到第二天 当日出结束之后 另外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我们 非常不可理解的 感觉好像 在巨石镇里面 和外面的时间 会有误差 这误差 也许只有五分钟到十五分钟 这现象没有办法用科学解释的 为什么巨石镇里外的时间会扭曲 难不成真的可以连接某些特殊的空间呢 而巨石上的符号和图层 是不是正是代表 另外一个空间的密码 像这种不像话 这个石头上是有图案雕刻 而且这些雕刻 怎么能够在这么硬的石头 不只是要把它架起来排列以外 它上面居然是有很多图腾 或者所谓文化符码 这些符号跟密码 究竟解释了什么 究竟它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就变成了一个巨石镇的万古之谜了 因为用一些仪器来测量的话 那边的磁场相当强 跟那个麦田圈的状况一样 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现象出现 它似乎是对应着宇宙星系的某一些 经过精密计算的一个排列 罗马人的史料证明 之前曾经有崇拜仪式 最后融入欧洲最早的原住民 塞尔特人的风俗里 演变成今天的鬼节 也就是万圣节 东北方是主方位 有一个叫做土石 土宰的土 叫Stardstone 做日规用 用途最有名 就是跟天文观测 要算时间的 那后来英国 他们这个五千多年前的 一个叫杜伊德 叫做原始的宗教宪 现在还有啊 叫住的 穿白衣服 大概在每年有某几个节庆的时候 像春分啊 秋分 或者夏至冬至啊 都天不亮了 在那边做一些崇拜 现在还有 杜伊德教派的前身 就是凯尔特神话当中 能够与众神对话的 德鲁伊 很多人都相信 据石镇就是出自 德鲁伊僧侣之手 但罗马人却猜想 据石镇是敬拜太阳神 阿波罗的神殿 而中古传说则是声称 这是亚瑟王 乌施梅林的杰作 不过当地人流传的说法是 当时的人非常高大 据石镇 不过是他们摆放的积木 或许真的 在人类的这一个 两百五十万到三百万 现在考古发现的 露西这个人类的文明 之前也许还有好几个世代 不同的文明存在过 这些文明的伟大 太阳为观止 种种迹象显示 跟现代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相较于巨石镇 地球上面还有更神秘 更遥远 就位在被遗忘的复活节岛 说到复活节岛 这些人更有名 这些巨石呢 巨石人像更重 而且上面完全没有刀 气 铁器 可以雕刻 竟然可以存在这里 也是我们地球上 非常神秘的一段过去 我们来看 巨石传说 Part 2 复活节岛 一个位移在南太平洋里 隶属于智利的一座小岛 曾经是世界上最难接近的岛屿 那这个岛真的 我就说它前不着车 后不着电 它的位置 就像离它的本土 还有4800公里 而且离它最西边的岛屿 我们很熟悉的大溪地 有5000公里 它刚好孤悬在中间 1722年的一个星期日 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探险家 雅可布 他率领了一支舰队 首次发现了 这个南太平洋中的小岛 这一天刚好是基督教的复活节 汉险家在复活节 就是纪念耶稣的那天 发现这个岛 他来命名的Easter Island 当地人不用这个名称 当地人叫世界的中心 世界的渡济眼 所以通常有两个名称的 但非常惊讶地发现 那些巨石雕刻呢 站在地面上有600多吨 岛在地上没有完工的 有400多吨 一共1000多吨 最奇怪的是 所以站的石像 有单座的 还有连续好几个的 有一个是七个 一排 俗称叫七王子 只有那七个石像是看海洋的 剩下的全部看内陆的天上 最长一排有15个 有些有戴帽子 那个帽子重达10吨以上 那岛上有红山 但是没有铜器 没有铁器 没有森林 用什么东西当工具呢 没有工具怎么雕刻 没有木头 又如何搬运当地土著口中的摩阿姨呢 这究竟是从何而来的 那这个石像很有意思 岛上的这个人是黑人 太平洋这个土著 那个 波罗尼西亚 但是 人的造型是白人的 他的脸是扁平照 他这个鼻梁 大概占到的脸 长度二分之一 比例不太对劲 额头非常短 下巴很长 其实他是双眼 他的其实有眼睛的 他的眼睛是用白色的 白化的珊瑚做眼白 中间眼珠是用黑钥匙来做眼珠 然后就注目着他的子民 然后背对着这个后面的海洋 然后直接就守护着他的子民 美洲石像高了7到10公尺 重达60公顿 在火山地形的复火街岛 光是要把石像搬到定位 就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复杂工程 他们是认为说 当时的人不但高大 而且会飞 他可以很轻易地 把这些石头任意地来搬来放 我带来传说说 这些人像是自己走到 就是要树立的地方 一 二 三 二 现在有人做实验 这个石像比如说树立状的 两边绑绳索 然后前面人这样主要这样拉 让他这样晃 是可以动的 但是角度不对会倒掉吧 就麻烦 这是有可能 但是要要爬坡就麻烦 把他怎么上我不晓得 但你知道我复火街岛去了这么多次 我都不知道 底下竟然不是只有一点点身体 是几十公尺深 还有身体下面 雕刻雕得非常繁复 从颈部到地面是到肚脊下面 全部都有纹身 那个时代这边的涂住是全纹身有宗教作用 我觉得这个一再一再推翻我们人类像小蚂蚁一样 在思索 哇 人类建的这个房子桌子是怎么盖的 也许是这样 也许是那样 然后崩又出土了更新的资料 然后我们实地走访 又发现了更多的细微的背景 才发现我们好像真的是遗管亏天 岛上的原住民拉帕努一人超乎想象 在众多巨石文化里 是唯一发展出文字的种 富国街岛最特别的 它跟巨石镇不同的是 它有文字 它这个文字叫做Longo Longo 那么在影片里看到 石棵上面都有这个东西 可惜的就是 它原来的人种 也是世代相传 它们有一种鸟人的传统 我们知道他们那个酋长怎么诞生呢 它这个富国街岛外面还有一些小的岛上 很小 没有人住的 有海鸟下蛋 它们要游泳过去 能够把蛋带回来 不能破掉的 可以当酋长 岛上当年有长耳朵跟短耳朵两个民族啊 耳朵长短 因为抢女人打内战 还有那个沉烧过的痕迹 那以前她的居民上万 后来被欧洲人抓去当奴隶卖掉 现在剩下几千人 它们的岩石浮雕上面 有鸟人的 尖嘴的 做祈祷状 它们有文字 非常奇怪 能够发展出文字不简单 但是被西方传教士毁掉 认为是一端 那传教士毁了地球上很多 传统的古代文明 这个是不可以原谅的 没有史料 文字没人看得懂 有人就可以想 在那个没有大型气质的远古时代 可能是有其他星球的人 来过这一座岛上 中国有神话故事 女娲普天 所以我们中国人对石头呢 都会有一点 比较特别的情怀 而且呢 石头因为在我们有生之年 风化几乎看不到它的改变 所以几乎呢 可以说代表的是永恒不灭 而且呢 我们中国人对石头的崇拜 也是相当的奇怪 接下来我们就看台湾 也有巨石文化 人类大概开始的时候 对石头认为人的灵魂 碰到石头就会安定 碰到石头就会恢复 会归零 会把任何事情clean 重新开始 石头象征了永恒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 处处看得见浮躁的痕迹 人类就是生命里面有五种 就是抑制状态 第一种就是停留在石头意识 也就是说石头都不会动 但是呢 它稳如泰山 那这个是人类开始对它崇拜 因为它要永恒性 石头就是我们住的方面 从洞穴到在地面上 石头盖的建筑 可以超越时间的这种 一种这个洪化作用 人类就透过石头 壁画 雕刻 再到浮雕 雕像 建筑 几乎可以让人类的文化 在人类无法永恒的前提下 做到某一种永恒的存在 所以我们不能说 它都是在膜拜这些石头 但石头变成了我们一个 很可贵的一个凭借 帮助我们人类的文明 去做了一些具象的呈现 还有永久的流传 死亡 灵魂 永生 人和神之间的沟通 在矗立的巨石和石柱的 建筑群当中 得到心灵上的抚慰 不管东西方都想说一生一死 一生中你会有安定灵魂 在墓碑上找一块石头 这也就是禅宗讲的一生一死 一生中会有一颗石头 跟你的灵魂是相接近的 也就是说你想办法 在这一辈子里面 最好能够跟石头 找到一颗你灵魂安定的事 因为石头聚精能量 还有它的形状 会带来某些联想 因为它有那种厚重的质感 那很有趣的就是 我们今天对文字发明之前 这种巨石文明 叫Megalis 全世界都有 我们一直在探讨 整个的大亚洲 它的巨石文化太震撼了 复合街道 巨石像就能够吓人 这些你一直拉到台湾 台湾也都有这些 麒麟文化 还有相关的这些 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文化 都跟巨石有关系 只是静静地 躺在那儿的石头 告诉后代人们 是如此丰富又多样性 却又难以探索的文明 这不可思议的巨石文化 其中还包含了 更多难以解答的秘密 更何况在大屯山 在七星山 有好多好多奇怪的石头 叫做反金石 就是你用指南针 明明这里是向北 可到那边 就倒过来变向南 你一开又变向北 那这些石头 拿来真的只是石头吗 还是它真的像是一个 奇特的导航系统 神奇的导航系统 究竟是要指引谁的到来呢 很多岩雕壁画上面 确实看到像天线的这种图腾 然后再加上很多 你没有办法解释的 跟石头有关的这种 雕刻或建筑 全世界有 台湾也不缺席 近代提到幽浮 幽浮的这个 我们称之为塔台吧 或者一种这个地标 让他们可以起降用 外地的高等生物 曾经来过地球 还是这些来自业地的访客 曾经是史前民族的好朋友呢 文明有毁灭 再开始 再毁灭 再开始 那我们这段文明 是六千年前 从零开始 但是前面留下很多 包括这些东西 包括电磁 这些结构都有 你只能想说 或许 以前的这些文明 它只因为石头 它不会腐化 所以留下了这些古迹 古代这些巨石建筑 是一个谜了 因为没有文字 它连那个壁画 浮雕都没有把它的过程整个留下来 没有 我们现在是玩拼图游戏 大概是这样做出来 但是不能确定 这个拼图游戏 现今的人们拼拼凑凑 看似得到了一个新的答案 但却又引发更多的疑问 周全在问题和解的苦恼 以及兴奋之中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 但天外飞来的意外知情 会让所有的原貌清晰地重现在眼前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巨大的故事 哦 Gi 如果你喜欢 欢迎上脸书 新闻大解密 他们互动 我是罗有志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